好焦 叔叔 慢烫 叔叔 来 您好 好好好 快叫韩爷爷 韩爷爷好 就是她 就是她 这是我闺女 韩爷爷 国内比较干 我特地给你准备了水果 不知道合不合你的胃口 进来呀 打个招呼 您好 我是胡岳娇 韩双云 韩爷爷 您快坐 坐坐坐 韩叔叔 您坐 您刚从挪威回来 应该会不太适应国内的茶 我特地为您准备了花茶 不知道合不合您的胃口 一路上很累吧 还好 还好 您喝茶 尝尝 嗯 挺香的 这是阿娇特地为你准备的 连连 快点 知道了 姐 哎 连连 你怎么回事 那么多客人来穿着 你这样可以 就想去给我换衣服 姐 快点 等一下 这是你家啊 是啊 怎么这么巧啊 嗯 你也干嘛呢 怎么没礼貌 啊 啊 请问 你们家卫生间怎么走 那边 在那边 谢谢 不客气 那边 快给我睡 换衣服去 吃块水果吧 不用 喝点茶 我有果汁 这 爷爷 快点 快点 韩爷爷 韩爷爷好 我女儿啊 现在是在那个大学里学那个计算机专业 我不知道 看这些好孩子啊 对对对 我个外甥呢 长得很帅 他在学校也是学这个计算机的 哦 等一会儿 你们两个多认识认识 我相信啊 有很多共同的爷 哦 一会儿他也去是吧 对对对 听见没有啊 嗯 嗯 你说小白跟他相不相配 不知道 您觉得配 就配 去 哎 打电话给他 吃年夜饭 不能够迟着啊 得嘞 嗯 嗯 嘿嘿嘿 好 韩叔叔 来 您慢点 好好好 来 韩叔叔 我们坐这个车 这个车舒服啊 对 这样 坐这个吧 好好好 快来来来 大人找个机会 我们后头的女孩子 她身高啊 体重啊 喜欢什么啊 听见没有啊 韩爷爷 我们上车吧 好好好 我来扶您 您慢点啊 好 我的妈呀 姐 这个怎么办 我先过去啊 我先过去啊 年年 妈妈交给你个任务 你那个表姐啊 正在跟那个大哥哥相亲呢 一会儿啊 你坐他们的车 听他们说什么 到时候见机行事 听见没有 相亲 嗯 怎么了 哎 东南 你上后面那辆车 啊 啊 行 我先过去 吴年 快点啊 我 就不坐那辆车了吧 不好意思啊 他们让我坐这台车 我不想坐那辆车 为什么呀 那 你打车去啊你 那我自己打车去吧 你打什么车呀 我跟他也是第一次见 要不一会儿冷场了 咱俩还能聊天 要不都尴尬呀 对啊 哎 乖乖 去去去去去去 快快去 不用怕 他不是说 没有交女朋友的计划吗 那你坐后面 我坐前面 傻子 人家哪是不交女朋友 分明就是不想搭理你 不好意思 您的衣服 王黎啊 知道吗 想过这么多此情 见过这么多男生 这是最没风度的一个 坐稳了 我觉得大家都是成年人 还是坦诚一点比较好 那就我先做自我介绍吧 我是做市场的 主要负责品牌管理 你做什么 没什么正经工作 那也得有职业啊 听舅妈说 你在自己创业 职业玩电脑算吗 玩电脑啊 原来是个不务正业的啃老族啊 我说嘛 我说嘛 其实 其实 他这个职业是正经职业 我是电脑也算正经职业啊 他们是网络安全人才 比赛能拿到奖牌的 是国家扶持的新兴领域 而且如果他们赢了 可以拿到奖金 很高的奖金 但也不是为了奖金 是为了荣誉感 我们国内很多网络的 技术水平 其实都领先于全世界 拿了很多很多的奖牌 那也没有玩一辈子电脑的呀 到了 我问你什么物件啊 我觉得我们还是 把话说清楚比较好 我呢 对你没什么兴趣 将来也一定不会有 任何的兴趣 当然 你对我这种人 也不会有任何的兴趣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配合家长把这顿饭吃完 如何 还有 你也不用装作不认识我 装得不累 什么情况 眼睛你俩认识啊 刚认识没多久 他不刚回国吗 你又天天在学校还没工作 你俩怎么会认识的 就在网吧 网友 不是啊 就是在你们家网吧认识的 对 对 对什么对 这里边肯定有猫你 小白 你来了 来 过来 过来 够了 够了 下面这是我的外船 我就是刚才您说的 对 对 对 吴白 我现在都长那么高了呀 可以 长得这么俊俏 有没有对象呢 还没有呢 等你介绍 这就是他给你的礼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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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都放在这儿 这边好棒 来 来来来 谢谢啊 谢谢啊 这么客气 你看 坐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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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来来 来来来 来来 什么 那个喜欢你的女孩 这么一些事 我们是试交 爷爷让你跟他相亲呢 你开什么玩笑 我就说了 爷爷回来一直没好事 那 要相亲也是给你相应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行啊 来呀 迅速解决了 你自己的事自己解决吧 我可帮不了你 你 你过来 过来 过来 来来来 我给你介绍 介绍 刚才忘了介绍了 这就是我外孙 吴婉 年年 你爸妈妈在他小时候 还见过他呢 过过过过去 你们两个过去坐 来 过来 来 过去 过去 来 来 你们两个多聊聊 我这外孙也学计算机的 是啊 年年 你们俩是专业是一样的 肯定有很多话题的啊 喂喂 跟人打招呼呀 我认识他 你们认识 他好像 是我哥的女朋友吗 小白 喂喂喂 你胡说什么呢 不不不不不 这这这这这 我不听他的 我听你的 小白 你说 具体的呢 我也不太清楚 但是我们俱乐部里的人 都有喊他大嫂 大嫂 不是不是 年年 你不解释一下 这怎么回事吗 年年 你过来 过来 但你怎么回事 怎么忽然 弄出个男朋友 我怎么都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他真的不是 这怎么不是这么回事 阿姨 您还是听我给您解释吧 没说 你闭嘴 你再说话 我再打断你的腿 爷爷 别生气 您看年年也很委屈 您知道这中间怎么回事吗 东南 你姐什么时候交的男朋友 我不知道具体的呀 反正 我姐是喜欢的 你胡说 我说的是实话呀 你不是对他意见钟情吗 别说了行不行 董南 不过 他俩到底什么时候好 我是不知道 不就是在广州那会吗 你闭嘴吧你 行了 你坐下吧 我们家开明 这交朋友啊不是什么坏事 小韩哪 你大大方方的多好啊 是吧 哥 大姑你们真的误会了 我跟他真的没有玩的比较 我看 没了 跟他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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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爷爷没事 大家都是成年人 都不是小孩子了 小韩 今天就算是 咱们正式认识了 以后有时间呢 多来家里坐坐 好不好 我跟你说 韩先生他是很忙的 你就不要难为人家了 好不好 在 其实啊 早该就说清楚 说清楚了 我们大家也不用一顿瞎忙啊 是吧 韩叔叔 对 过去跟叔叔阿姨问个好 欣欣啊 就算是第一次正式介绍 过去问好啊 老人家年纪大了 老人家年纪大了 真顶撞起来 不知道会出什么事 还是大过年的 现在在座的长辈 看起来是咬定了我 骗了小姑娘 还不肯承认 这样 叔叔 阿姨 您忙 我是韩昌颜 和童年在一起没多久 没有得到她的允许 所以不敢 冒人的登门拜托 还望叔叔阿姨见两个 好 见一见 没事 来来来 坐去坐去 好了 好 来来来 今天大年三十 大家都开开心心 高高兴兴的好不好 对对对 对对 这有什么事 咱们放到明年再说 好 好不好 来来来 来 坐我 来来来 对了 咱们今天都开开心心的 来 大家一起来举个杯 好不好 来 举杯呀 我们的 事业顺顺利利的 好不好 来来来来 服务员 服务员 服务员上菜了啊 好 知道了 过年哪 开心点 为什么要说假话 我表弟呢 有一个喜欢的女孩 所以她希望我务必帮她 摆脱掉这次详情 事情非常棘手 迫不得已用这种方式 等过了今晚 随便找个分手的理由 随便找个分手的理由 不体贴 不温柔 两个人没有共同语言 岁数太大 都可以 分手理由由拟定 好 抱歉 没关系的 是为了帮她吗 韩生爷 给你女朋友加菜啊 没事啊 爷爷 没关系 这可是快啊 谢谢 吃 谢谢 够 够了 我吃不了这么多 慢慢吃 总能吃完的 来来来 给 给女朋友 饮料 饮料 快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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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喝 小白 一会儿吃完 顺一下她 记得打包回去 嗯 小白 你岁数也不算小吧 你这食量挺大呀 家里还有一个小的 离过婚 还有个小孩 不不不不 不是 是她俱乐部的小孩 这过春节 没有回家 暂时住的我们家的 来来来 吃 吃 吃 好 我想问你个问题 有话说 我们什么时候分手 因为总得有个时间吧 我好跟我爸妈说 你想什么时候分手 我一向好 要不然 要不然下个月吧 春节分的话是没有太快了 不 好吧 那这样 你来决定 你想到什么时候分手的时候 提前通知我就行 没分手之前 你依然是我的女官 想要什么随便提 我尽量做到 说到做到 回去吧 你妈等着你呢 那我 我先下去了 再见 再见 这 聊什么呢 那么常事 没什么 走吧走吧 进去吧 走吧